哈喽,亲爱的同学们,大家好,今天呀,老师要跟大家讲一下,如何表达我们的兴趣爱好,好,before we start,在我们开始之前,我们先看,诶,这个小朋友在干什么呢,他在想,诶,我喜欢做哪些事情呢, 这时候呀,他就在想,traveling, reading a book, singing a film, or playing chess,啊,他想自己爱做这么多事情呢,好,别人就开始问,what do you like,traveling, reading a book, singing a film, or playing chess,这些呀,都是我们的兴趣爱好,好,同学们,现在让我们开始看一下,我们的兴趣爱好都有哪一些, 第一个,诶,有些人呀,喜欢去旅行,traveling,traveling表示旅行,这时候呢,表示我喜欢做什么事情,大家记得没有啊,老师之前说,表示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,要用动词的ing形式, 在这里travel,它的圆形,变ing的时候呢,要双写L,traveling表示旅行,playing chess表示,喜欢下棋, singing a film,喜欢看电影,riding a horse,哎,爱骑马,这些都是可以表达兴趣爱好的,好,同学们,现在呀,跟老师一起看一下 这些单向选择题,大家记得,在表达自己兴趣爱好的时候,我们用like doing something,我们看第一个,I like doing,哪一个是呀, B是,因为playing,我们直接加其类的就可以了,不用加定管词,第二个,what do you like doing,说,你喜欢做什么呀,我们这时候就说,哎,我喜欢,我喜欢读书,所以选择A选项, 我们再看第三题,他问的是什么呀,他问,what can you do,can的意思是能,哎,你能做什么,这时候呢,他表达的是一种你的能力,而不是你的兴趣和爱好,这时候就说,哎,我能做什么事情,can后边要用动词的原型,我们看A选项,planning,错误,我们应该要用动词的原型,好, B,ride a horse,对了,我们可以说,哎,我可以,我会骑马,saying a crosstalk,说相声,同样的,我们也是要用动词原型的,所以呢,这道题应该选择B选项,好,同学们,我们看一下,我们今天呀,讲到我们的兴趣爱好,都有什么的时候,大家跟老师一起看一下,今天讲的这些兴趣爱好,说, I like traveling,我喜欢,对不起,这里要双写一个L,我喜欢去旅行,这个,I like singing a field,还有,I like riding a horse,我喜欢骑马,I like playing chess,我要喜欢下象棋,这些都是我们平时的兴趣爱好,大家记住,兴趣爱好, 我们要用like doing加动词的ing形式,好,同学们,课下之后呢,大家要记一下,我们今天讲过的兴趣爱好,这些单词,并会熟练的使用,好,同学们,这节课呀,老师就跟大家讲到这里,我们下节课再见吧,拜拜。